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我这个肯定没法比的 我的诀窍之一就是片要薄 啥 家里普通的菜片器 当然行 就是有点废手 有人说家蜂蜜用烤箱 结果烤出来的口感又干又硬 晒干或者烘干更不行了 淀粉口感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跟土豆薯片一样的 先用水洗掉表面淀粉 捞出来再焯过水 喜欢鞋就放盐 我肯定是要放糖的 掐时间啊 两分钟就捞出 不然就烂掉了 控干水分 为了省点纸 让它自然晾干吧 把我家所有的晾晒架都用上了 半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油温六成热就可以下红薯片了 想要脆 那一定得小火慢炸 小火十分钟就开始变色了 这时就赶紧捞出来 炸好的颜色会像秋天的落叶 也可以说是风修的萌火 今天某小孩又可以实现水分自由了 这么做出来的脆感 听声音 就超满足了 吃起来是又脆又香又甜 可以拿给你儿子了 我说到过头了 你怎么没有过头了 我们先拍一家面吧 先做的 我排队不太好久了 比土豆薯片做的好吃多了 这么说 这就是薯片剧的游花板 那是 我说你了啊 就保命啊 有这么多红薯片味道不错了 还不得这个味道这么熟悉呢 来到哪儿了 让我看一下 啊 没收到啊 哎呀 不是三单元是一单元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西红包啊 快递送错了 啊 不是有隔壁那个女邻居吗 我去要回来 哎 你又回来了 就又回来了 你怎么要回来的 不过就是被他给煮熟了 熟了也没关系 反正我们也要蒸 只不过 只不过好像是个四只啊 没事 能要回来就已经很好了 啊 终于可以开始蒸我的蟹黄汤包了 每次儿子和他爸吃螃蟹 都只啃个黄 其实不就是懒得扒嘛 所以做成蟹黄包 那一口下去全是蟹黄蟹肉 那肯定超满足了呀 哎呀 不知不觉扒了一整天 终于搞完了 满满一大盆 现在先把蟹黄炒出蟹油 炒这个给你改烂油 再把蟹肉放进去翻炒 往往最美味的食材 要用最简单的调味 一点点盐即可 这个季节的蟹黄啊 还真是满 炒好的一会儿来搞面 扔给和面鸡再生事不过了 汤包最需要的 还有这个 提前熬好的猪皮丼 混合肉馅先调个味 肉馅的搅拌 一定是顺一个方向 再把炒好的蟹肉啊 混合进去继续搅拌 搅拌好的下 看着就已经很馋了 接下来就是包 作为一个北方人 突然对汤包的褶 有点无从下手 哎呀 不管了 所以捏着看吧 但是好像有点丑 没事 再来 这次我找过技巧了 大拇指压得下腻 吃吃好多了 所以老话说 熟能生巧 那是有道理的 外面88一个的大汤包 我包了八子 他把各种规格都安排上了 这样才不枉费我八颗一天的辛苦 我也学着像饭店这样 独立聋征 没想到还真是可以熟的 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 蟹黄包的流汤了 每次看到这个画面都超治愈 这一口下去就爆的汤汁 太满足了 今天我可是蟹黄包大火 哇 这么大一个汤包 这是夜房吃的才过瘾 你去喊朋友跟我一起吃 别喊了 我来 俗话说远近不如近凌 这么多你们也吃不完 我帮你们解决呗 就不劳你费心了 你这孩子 昨天你干嘛用张小头骗我 阿姨 你看 你要是不嫌弃 坐下来一起吃啊 What 哎呦 你们一家可真够买菜的 自由着吃吧 跟我斗 我送你们俩胡萝卜 拿去吃啊 别客气 为什么要送咱们胡萝卜呀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啊 我知道 他不爱吃胡萝卜 肯定是他偷猫 把他妈种的给拔了 我跟你说 阿姨 这么多胡萝卜 我们哪吃的玩意儿 一个就够 蛤 那就是我中的胡萝卜 天呐 真给我拔了 你个臭小子 为了逃避蔬菜敢把我萝卜 对付你这不爱吃蔬菜的小孩 有的是办法 看我怎么用蔬菜对付你个臭小孩 小孩大多不爱蔬菜 其实关键在于搭配和味道 把他爱吃的午餐肉捆进去 蔬菜们就有灵魂了 全部切好的蔬菜阵营 有点眼熟 那蔬菜搭配搞定了 现在来解决味道 大多么孩子都爱番茄口味 我家这个也不例外 尤其是一面披萨之类的 所以这道菜叫 什么 你掰一过来就是 蔬菜大杂烩 炒好酱 蔬菜们也该上场了 按照我的超高审美 来搭配颜色 请问 还有小孩会讨厌蔬菜吗 把蔬菜当披萨来做 我也算是有才华了吧 盖锡纸烤熟蔬菜们 这时太水了 再去掉锡纸 刷个油继续烤 这次就特别完美了 再拧点椒盐就可以吃了 彩虹的蔬菜正确吃法 应该是 加一打一起吃 哇 不得不说 各种蔬菜口味 加番茄酱料 绝了 最绝我赢定了 我怎么看 这个这么像胡萝卜呢 那不是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这就是胡萝卜 我跟你说 这道菜老火了 你试试 一打一嚼起来一起吃 有胡萝卜吗 没 我就说没有 有老老米饭啊 干吃啊 哦 这个油肥一命 嗯 这酱汁卖面 真是1YDS 怎么样 还不是不得搞定吗 剩下的萝卜 我打算做 妈 你让我买的海鲜 买回来了 哦 你这么点钱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 哎呀 还没玩呢 还剩了这么多 啊 我写作业是吧 你多做点好吃的 不是需要胡萝卜 这小子买东西可以啊 还挺新鲜的呢 这20块钱 其实买了这么一大堆小海鲜 这些都够我做一桨子菜了 给这些贝壳吐个沙子先 这小子买的还是活虾 所以拧掉头 相信就出来了 最近花甲 酿虾滑好火呢 儿子6年级了 学习肯定辛苦 我里面给他放点胡萝卜 笨给我挑出来吧 那这道菜给他补补 他肯定超爱吃啊 虾滑调个味儿 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吐完沙子的贝壳清洗干净 一部分啊 得先焯个水 冷水下锅 葱姜料酒 水开捞出来 再把肉馅塞到花甲里 再摆到铺好配菜的盘子里 儿子不吃了 还是用青红椒来点缀 第二部分的花甲 就来个锡纸烤吧 毕竟海蟹小烧烤 是YYD S 用粉丝打底 是我家最爱吃的配菜了 有没有发现 韭菜配海蟹很绝 我家这两位啊 无面不欢 把最后一部分的花甲 丢进去翻炒 都开口了 把煮到半熟的面丢进去 炒均匀了 撒点芝麻会更香 哇塞 这个面也太可了 炒好面 真的和烤的也就OK了 我在速度调个万能海鲜小料汁 两个菜的灵魂 也就都有了 看我这效率也太高了 哎呀 不愧是花甲和虾的完美组合 鲜香爽滑Q弹 绝绝子 烤的那就更不用说了 人见人爱 没想到花甲炒面 也能这么好吃 今天儿子买的海鲜 还真是不错 待会吃饭 我得问问他哪儿买的 吃饭啦 哈喽 哇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 这网红贝壳虾 好不好吃 噢噢 对了我妈 你这手艺一级棒 嗯 真香 哎你上哪儿这么点钱 能买这么多海鲜 哎呀你那奶奶才哪够 我刚才在花瓣底下 剪了一张风票 就拿那个去买了 啊 嗯 我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到底还给我采了多少 没了 真没了 哇 hello